第三河川局 第三河川局 阿爸阿爸阿爸 高舉百步條呼喊抗議恐號 地方民代跟數十位農民朋友 一同齊聚在大甲溪的高潭地上 反對第三河川局為了要進行輸郡工程 就要把部分高潭地要作為行水區使用 但地方認為根本不必要 而且農民的生計將可能會受到影響 河川中的浮腹地現在已經跟這個高潭地差不多 跟我們河川局說的 在那一間水壩那樣凍掉了 一定沒什麼酒緣 為何你們做手順的動作 還要把這些酒緣帶出來 為何你們沒有儀式規劃好 出來靠不拿 客中不拿 你拿我們這個高潭地 我們這個高潭地是在保護 我們這裡的保護安全 你們都只想說這個高潭地 來拿走很多 拿走 拿走 後來我剛才說的 後來水來 把我們酒緣幫忙 把我們進來 對我們大英居整個都不會掉 過去 經常要很大水 因為現在有這個高潭地給我們保護 現在幾十年來 還比較安全 拿走可以說非常危險 拜託有關機關這麼重視 地方表示 第三河川局日前在大安地區 舉辦大甲溪出口段 輸浸工程的地方說明會 以輕於為理由 要來撤銷行製多年的高潭地 耕種使用許可 也引發農油反彈 而地方質疑 輸浸工程應該是將 大甲溪的中央行水區 作為優先處理 而不是剷除沒有妨礙水流動線的高潭地 而如果三河局決議要通過 農民朋友也將誓死的捍衛生存權 她的政策 她的作為讓我們感到不可以放心 怎麼說呢 這個索存的方法完全都不對 你不按水買起來 紅頂要幫我們做 我相信我們那個 生命 煮飯都造成的危險 這個記者會接下來 我們就位 來跟這個鑑柴妮認證 要求鑑柴妮來調查說 為什麼這個河道不清 要來乾糟農民 要來把農民種植蟲 來黑植蟲 是不是中間的關山溝結之前 我們要求鑑柴妮來調查清楚 排水溝 我們在排水溝的一個排水路裡面 就是有比較高的地方 有一個深水草 那其實我現在有河川裡面 因為我們會去檢討 有部分的河段因為空洪 有一空洪上不足的地方 我會辦失禁 我那個深水草的寬度 我像新鑑洪水會 我認為那個寬度不足 我要去整理 那整理因為就是會挖 一點點的一個高灘地 整理起來就是 才讓它整個核心去導流 在我河中央去跑 對此第三河川局也表示 出駿工法除了有整治中央水流區之外 兩旁的水道也必須疏通 才能舒緩水流問題 而對於地方上的反對意見 也將會持續跟農民朋友溝通 希望協調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記者陳柏翰台中自訪到